第14號颱風小犬 距離台灣大概是在東南東方1000公里左右的一個海面上 目前的強度還是仍然維持輕度颱風 不過它未來的路徑 我們可以從這個預測路徑圖上來看 這個其實是代表著各家模式 也包含各國還有台灣的模式所做出來的路徑預測圖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在3號之前大致上是比較偏向是以西北的方向去行進 不過到了4號之後慢慢的有往西的分量去移動 其實這就是取決於早上也提到太平洋高壓 其實是在2號之前是稍微比較偏東邊一點點 所以北方分量北方的分量是比較多 不過隨著北方冷空氣減弱之後太平洋高壓又會犧牲 開始慢慢的往西前進 所以說可以看到其實它的路徑是跟整個太平洋高壓的變化是相當有關係的 這也是它的不確定性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3號4號之後呢 它像藍色綠色還有黃色的這個區域範圍 是隨著時間越來越大 也代表著它其實在不確定性是相當的高的 也有可能是比較偏北過有可能比較偏南過 所以這些也是很大的變數在 那到了4號5號這段期間是颱風影響 我們台灣最明顯的一個時間點 特別是東半側可能在山區的部分 受到颱風的環流影響 有機會會累積到局部好雨等級上的降雨 其他地方也會有一些比較局部 比較靈性的降雨出現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早上的報告 早上的報告 有很多報告